各位好,我是小A,欢迎各位再收看小A的战地4视频 今天6月9日,官方终于发布了下一个战地,所谓的战地6 其实名字是称战地2042的正式官方宣告片 我相信我的订阅者大多数玩家都过目了 如果没有看到过这宣传片,我在下面放个链接,抓紧去看 那么在今天,官方给我们了很多信息,这信息流量是非常大的 不仅仅是宣传片给我们看的这些影视片段 官方的网站也放送了不少消息 那么从今天开始小A将慢慢地解剖关于下一个战地 战地2042的所有关于游戏的已知消息 因为今天信息流量非常大,我将以几个视频的方式来分析关于下一个战地的一些消息 那么今天我想先说一些基本的游戏消息 比如说什么时候上市,如何进入公测 游戏到底开始有几张地图 游戏有没有豪华会议还是用计票的方式来得取扩展包或者下载的游戏内容的 在说之前我想挤警大家,官方还公布了新的一个日期 下一个日期是官方正式的发布战地2042的游戏宣传片 这游戏宣传片将会在6月13日官方公布 所以对下一个战地有兴趣的朋友不能错过 首先今天我们确认了战地2042将在今年的10月22日上市 将会在电脑平台 PS4,PS5,Xboxe,XboxX和XboxS这些平台上购买 玩家可以通过Steam平台购买,也可以通过Origin购买,也可以通过Epic Games这些游戏销售平台购买 战地2042将会有公测 如果玩家想得到公测的资格 玩家必须要预定战地2042 目前我们还不能确认公测什么时候开始 传说还会有战地2042的私测 但是私测的名单只给那些大的油管战地游戏主播 像小A这种小的导演可能还拿不到私测的名额 今天我们也确认了下一个战地游戏系列 一张地图上最多可以有128位玩家 比以前的所有战地游戏的最高游戏人数翻倍了 以前最多一张地图上只能有64人 现在可以有128人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上一代的主机 像PS4还有Xboxe 这些平台上的战地2042只能玩最多64人的一张地图 没有128人的服务器 今天我们也能确认战地2042即将会通过季节票的方式 来带给玩家各种各样的游戏扩展包 还有可以下载的游戏内容 也就说战地2042更新将通过即时服务或者即时更新 实时服务的方式 通过一个赛季一个赛季给玩家带来新的内容 这一点与以前的战地5是一模一样的 一个赛季大概是三个月 在每个赛季玩家可以通过战斗通行证 得到一些免费或者付费的内容 在游戏发售的第一年官方将推出四个赛季 意味着有四个战斗通行证玩家可以购买 最后在今年的7月 官方将给一些战地老玩家技术性试玩的资格 这个测试与alpha测试 就是第一次私测试不一样的技术性试玩 是测试游戏中的一些队伍分配 游戏中的一些载具 游戏中的一张地图 服务器复合还有一些玩家的武器测试等等 当然参加这技术性试玩的玩家 也需要签保密协议 也意味着所有参加的玩家 不能把参加的一些游戏片段上传到网上 不过我猜还会有玩家泄露测试的那些内容的 战地2042的剧情是在2042展开的 他描述地球经过一系列的资源还有环境灾难 经济崩溃连门破难还有各种各样的灾难性的世界 达到了战争的前夕 世界面临食物还有燃料的短缺 欧盟完全解体 但是在这过程中世界上产生了12亿的流失难民 或者可以说是被遗弃的人口 当中组成了不少无邦的军队 为存活而奋战 我的理解是这些可能是雇佣兵 英文称为mercenary 游戏中是把他们称为无邦者 英文称为non-pads 这些无邦者将会为俄国或者美国参战 主战的两方还是俄国还有美国 战争是大概在2040年开始爆发的 当时发生了太空残骸风暴 导致70%的地球轨道卫星坠入地球 后续的后果是大规模停电 互联网崩溃 大量的民航还有军用飞机坠毁 食物原料燃料的所有价格都疯狂的上涨 美国与俄国互相嫌疑 导致双方开始秘密战争 这秘密战争当然是雇佣那些无邦者来进行的 这就是战地2042的总体游戏剧情 听上去还不错 今天我们的确认战地2042将不会有任何单人剧情 也就是说没有单人游戏模式 不像以前战地4战地3还有战地1战地5 不过呢传说目前这还是传说官方会给玩家一个游戏模式 像以前战地4的练起场或者靶场 让玩家测试游戏之后再去测试我游戏中的一些武器 与电脑打 不过别指望这些电脑玩家会有很高级的判断能力才去枪法 我认为这是纯粹是给新玩家熟悉游戏的一个模式 在今天的宣传片我们也能确认了下一个战地系列 战地2042是更接近以前的战地4还有战地3的游戏气氛 是像以前战地4战地3会有武装直升机 战斗机挣扎直升机各种各样的坦克运输车 还有一些前所未有的非常先进的武器还有载具 包括一些无人机还有今天看到的机械狗 我相信在今天的宣传片大家也可以感到不少地图 有以前战地3战地4的地图气氛 我相信官方是故意这样设计地图的 为了要吸引以前战地3战地4的老玩家 今天我们也能确认战地2042游戏的地图 是会有大规模的变化的 也像以前战地4的Levolution 环境可以受气象效果的影响 也可能会受大规模破坏的影响而转变 玩过战地4的老玩家了解战地的Levolution是意味着什么 目前官方确认了战地2042将会有三种不同的游戏体验 第一种体验是大家熟悉的大规模战争 或者官方称为全面战争 就是我们以前熟悉的征服游戏模式 还有突袭游戏模式 不过传说这只是传说小孩还不能确认 将来的征服模式将会有很大的改变 以前战地的征服模式大家需要进一个占领区去占一个旗 将来的战地模式也是在2042战地的征服模式 可能需要玩家去占一个小区的几个重要的战列点 就是战列小区的几个战列点 有点像以前战地1的大型行动模式攻关的几个战列点 游戏与征服当然会在最高128位玩家的服务器环境下进行 第二种游戏体验官方将带给大家的是叫危险地带 这好像并不是大逃杀 现在消息还不是非常多 官方要在今年后半年公布危险地带的游戏体验的一些信息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专业禁忌的一种游戏模式 我们也能确定战地2042将会像以前战地1还有战地5战场上会有专家职业 英文称为specialist 他们会有特长 他们也会有特殊的专场 而且他们的装备是完全可以自定义的 目前官方打算游戏中会有10个专家人物 不过目前官方只公布了4位专家人物 这些专家人物我以后会介绍的 目前我们能确认游戏中会有7张不同的地图 这7张地图地图与地图之间的特色还有差别都非常多 第一张地图是航天发射中心 第二张地图是沙漏 第三张地图是万花筒 第四张地图是货物仓单 第五张地图是废弃之地 第六张地图是分奔离析 最后张地图是涅槃 我以后会详细的介绍这些地图的 最后我们能确认战地2042会有女兵 不过这女兵不像战地5女兵的形象 这些女兵是看上去是专业士兵的形象 也就是说除了近看远看是分不出对方是男的女的 不像战地5 所以我认为没有像战地5有那种政治正确的味道 战地2042的地图官方也确认是可以让玩家破坏的 像以前战地3战地4 不过我要承认以前战地3的地图破坏是有限的 战地4的地图破坏性更多一点 但是从目前官方的2042的宣传片 我们还不能确定到底有多少地图的环境是可以让玩家破坏的 这只能等我们开始玩公厕所或者看官方的游戏顺程片才能确认 最后不过在我说这一点之前请大家冷静 特别是那些热血的朋友 今天我们已知预定会有什么样的游戏奖励 如果玩家预定玩家将会得到一把ACB90把库近战肉搏刀 还会得到一个小口龙的护身符可以参加游戏的公厕 另外还会得到一张特别的禁卫军狗牌 还有特殊的玩家卡背景 这些是普通的游戏预定价格大概在60元到70元美元 战地2042还会有金会员的预定选择 金会员将会得到第一年的所有战争通行证 还有穿越平台游戏的包股 我这个还不清楚是意味着什么 金会员的价格大概在90元到100元美金 最后游戏还会有终极版 终极版将会有其他两版本的所有奖励 不过还会给玩家带来一张美化书 一些传奇游戏服装图屋 也会有传奇载具还有武器的花纹或者皮肤 好那么这些就是关于战地2042的基本游戏消息 我今后还会解说战地2042已知的一些地图 还有一些载具 包括我自己对宣传片的一些看法 不过我今天先把这个视频做出来 主要是抓一些重点 让大家了解战地2042的游戏属性 我再次提醒大家别急着预定 将来我相信还会有更多官方的宣传片 也会有更多的关于游戏的消息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西方 还有国内一些预定的玩家 玩公厕的一些体验 再做出自己的决定 因为今天这个视频做的比较 只如果小A在哪几个方面说的不对 或者有些地方说的不清楚 希望各位网友能互相帮助一下 也能指出小A哪里说错了 或者添加认为小A没有说到的一些地点 那么感谢各位暂时收看小A的战地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保重 拜拜